今天是3月31号周日 A股明天就开环了 明天是4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A股会涨吗 整个4月份A股的主线又在哪里 回顾3月份的行情 市场主要还是围绕着科技加汽车在这里赚 那4月份会不会围绕科技加汽车继续在这里折腾 还有就是周末发生了很多的一些消息面 尤其是一些跟我们股市息息相关的一些消息 能不能推升新的热点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必要猜了 4月份的主线关键还是得看他们 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 大家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在讲之前大家觉得4月份的主线会在哪里 还会是科技还会是汽车吗 因为在3月份的话 市场总是围绕着科技汽车这里赚 当然科技的话也并不说所谓的科技都会涨 对不对 科技它在3月份诞生了很多的分支 比如说在整个3月份表现最强的一个是什么 是低空经济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 AR手机等等这些方向 那么3月份 这些方向涨了以后4月份还会涨吗 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就各大热点板块做一个解读 以及对4月份的一个方向做一个展望 其实我觉得4月份的话大概率还会围绕着 科技加汽车在转 但是分支要什么要轮动了 不会再是低空经济 不会再是AR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转到芯片半导体算力 国产远见替代这一块 为什么这么说 不得不说跟漂亮哥有关系 漂亮哥在周末放出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什么 进一步的制裁我们的芯片产业 其实说不来就是什么 就是限制我们新的高技术的芯片相关产业 怕我们的人工智能 怕我们的算力比它强 对不对 这就是重点 所以国产替代是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一个核心 品种 那么国产替代来的话 一个是芯片半导体行业 一个是国产 软件这一块 包括一些算力等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它们大概率会是4月份的核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3月份 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这个低空经济 在3月份是非常之强劲的 对不对 那4月份还会继续上涨吗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方向还是要注意 经过一段时间暴涨后 这里出现调整调整 那么后面就是反充了 那么继续上涨的话 大涨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小心点 这个方向在周末也是出利好 但是我觉得有句话怎么说的 利好出来的时候 就什么利好兑现的时候 那就是便利空了 所以在操作上面这个方向 尤其是在后排跟风的你的票 属于前排的还好说 如果所谓后排跟风的 就不用盲目去紧追了 不要盲目去紧的 对不对 尤其后面的有些是补涨的 更不用去追了 这大家要注意的 到了一些前高压力位的 就比如说经过一段时间上涨 涨了前高的强压力位了 那么我们选择落袋 选择减仓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关于低空经济这个方向 在周末我是讲了几次 也跟大家说过 你的票是属于前排的龙头票 是吧 还在继续涨的能够守住强支撑 你去看多机场 但是后排跟风的到了强压力位的 选择减仓选择落袋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在整个三月份 还有一个方向就表现比较活跃 就是这个AR手机这一块 但是AR手机这一块的话 有没走完 我觉得没走完 大家一定注意 这个方向的后期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它是属于反复 什么意思 你看它是涨的快 跌的快再涨 对不对 所以它是属于反复 你可以做个波段 做个这个操作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去追高 去顶 还是要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小心 这个方向的话 最简单就是咬住前排核心 去做一个什么 去做一个轮动就行了 两个核心人气 一个是施权 一个是芙蓉 像这种那些票 你看是不是 在前面高位 这高位出现压力的时候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出货 因为前腹的时候 这里拉起来 我们又可以出货 所以大家记住这细节 别做反了 强拉急拉的时候 可以考虑减仓落袋 急跌急沙拉的缩量调整的时候 可以考虑对吧 进场做一个博弈 还有包括这个芙蓉 大家记得吧 我在周末在上桌也是跟他讲过 对不对 当时这里出现三连板 有人追过进去了 第二天备案了 因为跟我说哎 二元怎么办 要被割肉 还会不会回去 其实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一次两次可能就没问题 但是后面肯定也机会给你冲锅访谈 但冲锅访谈的时候就不用盲目去追了 你实在喜欢等到缩量回踩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不是为止吗 缩量回踩的时候 你去博个反书反弹 是没有问题的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 不要再轻易盲目的去追高 3月份的这个市场 主要为了再一些分支在这里赚 当然像华为概念的话也是市场核心 这个本身就是涉及到票比较多 你后来利好也比较多 华为的话近期也会有一些利好预期 所以这个华为仍然是重点 仍然是核心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需要咬住的 一定要重视的 我觉得在接下来行情的中 4月份它仍然会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 一个主账场之一 这是特别留意的 好 还有就是3月份的核心平均就是汽车 新轮车这一块 4月份仍然值大注意和重视 这个发现你随着小米的入局对不对 后面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一些潜力 整体来说也是属于一个高低切换的动作 就是一些低位的存在的补涨 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注意和留意的 当然随着周末消息面的发酵 我觉得4月份的话 这个资金的这个动作可能会由 这些方面 转到其他的分支 最有可能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随着这个漂亮国升级 那芯片半导体这一块 包括国产远见器这一块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焦点 芯片这个方向 我是前期讲了很多回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 你看这个是周五的走势 芯片 从这里往下是吧 突击反弹 我们看他的一个k线 大家看他的一个走势 其实跟华为跟这些科技果差不多 然后在技术方面 他仍然是属于一个反转后的回踩 回踩要继续上攻 继续上涨的概率 所以朋友们不必要纠结 不必要担心这个位置回踩调整到位了 就是一些机会一些博弈的机会 然后重点在哪里 对吧 一旦这个市场成为4月份的一个焦点 那么有一些票可能会拖延出 成为大家吃肉喝汤的一个主战场了 对不对 那么这些个股怎么看呢 我们看这是周五的一个盘面 芯片这一块的话 有几个票是涨停的 那么涨了20厘米的这个票 大家短期是需要注意的 像这种类型的票 它就是属于是吗 属于超跌反弹 可能会存在一个短期的机会 并不是说叫大家去追高 就是盘中有分歧点的话 倒是要注意 好你看像这个尾侧 在近期是不是属于一个明显的底部移动 位置非常的低的 这里是不是放量了 大家看没有 那么像这种类型的票的话 放量了我们不要去追 不要去顶 但是回踩到这个低点附近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做个跟踪 做个回后面出现拉伸的 出现什么 出现进攻的状态是比较大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还有一些实力面像风 风哨风罩 对不对 还有这华册 这些表现都比较好 整体来说 芯片方向的话 大概率还是属于一个什么低位的轮动 也就是说 低位的近期出去明显放量的 技术明显走好的 这些才是我们的重点 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 一个方向 前期大涨过来就不要去 那这个方向的话 就是这几个涨停的票 短线的话 目前人气还是偏弱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几个票里面 有没有出现连板的 有没有出现连续上涨的 那他很有可能成为新一段时间的龙头 去年的话在芯片这一块是炒作过 比如说这华丽创通段 还记得吧 华丽创通在去年是炒作过的 但是他为什么会炒作那么疯狂 是因为华为新手机的 Mate60系列出来了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P70又快出来了 那么这些传统的老龙头 会不会出现一波反弹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有可能的 我在前面讲技术的时候 刚才讲过 你实在实在不喜欢 实在实在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一些老龙头回踩到位的 或者它动用支撑位的 去补一个反抽反弹 也是可以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和重视的一个点 好 电脑体与之相关的也是需要他们 大家特别注意的 我们就不用说了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知道 就是他漂亮国制裁 我们的芯片关键是什么 要制约我们的发展 一个就是我们的 人工智能这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算力 国产替代这一块 对不对 人工智能毫无疑问 也是市场的焦点之一 你不用看到人工智能这些调整的 倒告诉你 人工智能仍然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焦点 仍然会成为市场接下来重点 人工智能这一块的话调整后 这里回踩就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所以这个不会是高点 后面肯定会突过去 还会有机会再次创新高 只不过人工智能板块 他同样的也是属于一个 市场的分化行情 前段时间大涨的可能近期就不行了 对不对 近期调的比较充分的 应该又起了 你看周五的话是有一些大涨 但是这些大涨几乎都属低位的 看没有中简天鱼 还有梅奥 包括明启迪对不对 这些都是属于低位启动的 从技术方面来说 人气最重要的就是光气 光气的话是明显的是物量加速了 这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可能留意的 前期大涨过来就用短期短线 要注意要小心了 人工智能方向主要涉及的还是 所谓什么 近期市场比较炒 比较火热的AR方向 AR方向 比如说我在前期跟大家讲浪潮 科大 包括中科信息 公益互联这些 大家实在记住的不要盲目轻易的去顶高位 大家看一下 你像比如说像浪潮在周四春大涨周五的话 你去高位顶的话 这里一压下来就是什么 就比较受伤 其实最好的策略就是盘中找分歧点 低点去做个潜伏就好了 这大家注意 包括像中科曙光 对不对 这些我重点讲过 你看中科曙光的走14万 我记得在前期这一波上涨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是重点讲过 有人在这经常的吃肉吃大肉 但同样在这个高位的时候 也提醒了很多次 这种是属于前高压力位 通过大涨暴准后 存在调整预期 所以这个位置你就不能盲目去顶 这个绝对不是马后炮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 除了这种东西 还比如说像工业互联 对不对 短期大涨后 你看 面临前高的压力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的 等等行李票怎么办 前高压力怎么办 减仓减仓跑是吧 你跑了 这个调整你就避开了 所以你要是没跑的话 在这个位置最高了 我估计现在是非常之难受的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联工智能 它也是属于一个轮动轮换 就是高位大涨过来要小心低位的 让人是机会好 那 还有一些刚才我讲的国产替代这一块 国产替代这一块的话 主要因因素还是在 软件相关的一些方向 国产软件这一块 我觉得大家是一定要注意 一定重视的 后面的话 他肯定有一些机会 就是这个位置 调整后还是会有机会继续上涨的 对于国产远见这一块的话 目前 市场的表现只能说一般 为什么说一般 你看周五的一个盘面 虽然有多字票 涨幅比较大 但是在一起来说缺少龙头 缺少核心对不对 没有个特别强势的人气票 所以他想要走的更远 想来拉起来是非常是难的 我记得在去年的话 有一个方向就是中国软件 对吧 表现很强 但是今年来看 中国软件目前表现是偏弱的 至少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前伏 做一个什么博反出反弹的 我觉得没毛病不纠结 至少他这个位置不是很高的 不是很高的 只能说中长期的话 可以博个反出反弹 短线的话 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确诊 市场的反应 现在的软件类的话 你看明显的没有什么 没有特别强势的龙头 你像97在去年表现比较强势 对吧 现在是所谓低位的 仿佛出现一动 那么像这种类型的票 其实就是一个缩量回踩 缩量回踩的话 回到支撑位 我们做个跟踪这个DC就好 操作上面就是这样子的 好 这是在市场的目前反应下 所透露出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方向 当然在整个数月份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向是特别要重视的 这个方向是谁呢 新能源 新能源我觉得一定要注意 前面说过 A1的镜头是什么 是电力 那么电力的电力的镜头是什么 这是比如说锂电池 电力设备等相关一些方向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 主要是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 宁德 这个锂电时代方方向 大家一定要注意 后面的话有机会迎来一个超跌反弹 前期条件比较充分的一些位置 都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从市场反应来看 感觉这个 资金更加喜欢是什么 更加喜欢是储能这个方向 对吧 大家看周五的话储能是涨了1.42 但是个股涨停潮 对不对 他指数的话表现跟其他的科技股差不多 但是个股的话确实是涨得非常是好 那么这个方向 我觉得大家是一定要注意和重视的 这些大涨或者这些涨停的票 很有可能诞生出新的市场的高位票 农村票 你像金像金融这种票 就出现一个明显的一动 这个可能跟这个消息面有关系 跟汽车有关系 小米汽车这一块 但是短线出现一动出现爆发了 对不对 那么后期你要看他是不是有机会出去反包 还有像这个冒兽 像中生动力 还有滑体 你看这些几乎都属于第一位企业的 像普路通 你看第一位出现一个三连板 这些位置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像通讯这一块 四家 整个来说 我认为像储能这个方向在接下来 我们一定注意一点重视 因为储能在去年是前年炒作过 当时很疯狂 有一些票的话 涨幅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方向容易出流股 容易出腰股 所以我觉得短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重视 周五的话有多数票出现涨金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盯着前排的一些什么 连板票 这些票的话 我们找分歧点去搏 搏对了你就吃肉吃到大龙头搏出来 那么你也考虑冲高减仓 不管是亏的 还是保本的 还是什么赚钱的 该跑的还是要跑 当市场出现不明声音的时候 对吧 一定要注意 而储能涉及到的还有一个就是电力设备 这一块 电力设备在前段时间也是出现明显的异度 对不对 那这个方向的话 短线的话 也是存在着一些机会的 后面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重视 你什么也发展电力的话 你发展其他方向的话 你必须要 又有电力设备这一块 对不对 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在短线 我觉得大家也是特别要留意的 后面有机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机会 大涨 那个股的话表现也是 能说一般你像这个飞跃 对吧 出现一个底部的放量涨长 还有这个江 金别定工 这个江苏 华城 那整体来说 这个方向的位置也是比较低的 后面的话潜力空间都是比较大的 你像这种类型的票 在底部出去反复的震荡 出现反复的放量 大家发现没有 他位置是不是很低 大家看 这种票位置是不是很低 这真的是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 这是一个大点 这个量比这个量要大 我在前面跟他讲技术 讲什么 我说底量超顶量 那么什么底价超顶价 所以按这个目标来看 他对标的是什么 是这个位置 那想对标这位新的奥斯奥是70多块钱 那就有什么有几倍的空间 说你像这种票的话 其实说白了就是有一个低位潜伏 后面是肯定会有一些机会 或说有一些大机会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 中长期来看这种票的话 没有必有纠结 没有必有担心 后面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你比如说下面的强制称位 比如说30年线 60年线 这些位置都是值大注意和重视的 整个的盘面来看 就是这些方向 4月份资金的关注度应该会很高 很有可能成为 焦点重点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